大家都在担心 现在的缺电跟停电 那这股商机到底该怎么抓 想了解吗 看节目啰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这一集的 《产经系理》 那我是妍希 关于能源的问题 相信妍希在之前 也跟大家分享了好几集 从最早的绿电 还有是台湾的缺电 再到后来的除能的这个议题 之前都有分享过 那没想到近期的缺电的问题 陆续以后在国际上 一个接着一个的爆 先是欧洲要把核能视为绿电 那再来日川 江苏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限电 这一系列其实都在告诉我们 缺电早就不是只有 我们台湾自己的问题 那目前一段期来看 能源工艺不稳的印象 其实大家现在都蛮担心的 那自然会怎么样 让除能跟不断电的系统 会受到关注 那不过呢即使如此 这个议题的热度 还是超乎了我的想象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在那个这一集 18集用力的敲碗 我相信碗都破了 这里要感谢大家 那既然呢大家这么想听 想听的人也这么多 那我当然要用最快的速度 来跟大家分享 那所以今天这集的内容 我会先带大家来认识 全球不断电系统的未来发展 那同时呢也会跟大家报告 台湾在这块领域上的优势 那以及呢我在观察哪些个股 好了不多说 我们就赶快进节目啰 说起啊不断电系统UPS 最主要呢就是两种功能 第一个后就是在停电 或者是说供电不稳的时候 提供一个备用的电源 那再来呢就是透过UPS 来稳定电压 让电子的设备 多一种保护的作用 所以呢不断电的设备 一直都是居家旅游 开电发财的必备良扮 诶这里想到什么 我们不是要打广告 只是最近跳电停电的事件非常多 有没有人考虑 替家里准备一台 那有熟悉这个领域的好朋友 其实也可以帮我推荐一下 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 过去不断电的设备 多数都是采用千酸电池来存电 那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 但是呢近几年随着 磷酸锂铁电池的价格 是逐渐的下滑 全球的不断电系统大厂 伊顿菲瑞这家公司 它从2017年 已经逐步开始导入了铃铁电池 替换掉原本传统的千酸电池 那不止啊 设备体积啊 比原先的小了三分之一 那能量的密度后 又高了三到四倍 那重点呢 它还更加的环保 所以因为这个动作 正式吹响改朝换代的这个号角 那我们的护国神山呢 台积电更是在这个过程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推手 因为呢在2018年就拍板定案改用 磷酸锂铁电池 也就是磷酸锂铁的UPS系统 并计划呢在2030年前 帮所有的厂区替换 我在21集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目前台积电的更换进度 大概两成都不到 相关的题材自然就值得 我们持续的追踪啰 那除此之外呢 除了材料跟以往不同 那现在的UPS其实也身兼多职啦 除了原本两个大的功能以外呢 它又配合了绿电 还有除能一起去使用 如果呢再搭上电力交易的平台 可以说是一石三鸟的活化资产下去了 在UPS材料跟功能不断进化的同时 市场需求也在增加 过去主要是有两大市场 推动全球UPS的成长 一个呢是全球不断新建的资料中心 那另一个呢则是随着3G啊 4G啊 5G啊这些技术 增加的通讯基地台 那不过呢随着现在后 全球很多地方都大力推行绿能 还有能源转型 让原本稳定的电力供电 随着后太阳和风力一样 变成有时有有时没有 这样的青黄不接 那自然呢就增加后一般消费者 和中小企业使用UPS的需求 那我们台湾呢在2019推出的 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后修正案 更是把UPS推了一把 特别是在离电UPS的需求 因为台湾超过300间的用电大户 都被强制要求要交钱 或者是加装台电契约的容量 10%的再生能源或储能 让多用途的离电UPS 成为企业相对划算的投资嘛 那目前根据后 市调机构的预估 从现在到2026年为止 全球的UPS市场 每年会以8个百分点的 年复合成长率成长 这里来一个补充好了 大家有注意到吗 为什么我会常说到 年复合成长率这个词 因为它除了代表一个产业 在未来的成长性 更可以把它拿来当成一个指标 各位想同时是做UPS 成长率高于甚至等于 或是低于8个百分点的公司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 稍微简单判断公司的优劣 不要讲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好朋友自己偷偷把这个小PayPal 记下来就好 在帮大家整理完后 全球UPS产业的重点以后 我们来聊聊看台湾 到底有什么机会 还有供应链 不过呢 提到后 UPS这个产品 过去就跟大多数的电子产品一样 分成自有的品牌 跟代工两种 不过呢 随着后市场越来越大 新玩家也是靠着 专案计划的方式 跨进了这个领域 商业模式后 其实就有点像是白牌伺服器的感觉 那说白了就是 替特定客户 量身定做 UPS 做起代工跟品牌 通常聊到 6409的续准 而品牌代表呢 就是3617的硕天 相信大家很容易在网路上 找到这两家公司的资料 那这边呢 我就简单帮大家带到一下 续准 它是台湾UPS的龙头厂 也只做代工的生意 那公司营收搭配股价 几乎啊 这边看到就知道了 年年成长不回头的往上冲 展望今年呢 不只公司的产能全部塞爆 年初还花14亿再细致继续扩产 那我认为 你要观察一个产业的趋势 一定要把龙头抓起来 那这个就是 UPS的重要观察指标 再来呢 你看到硕天 这是小额美的代表啦 公司专精在美洲市场 是美国第二大品牌厂 那不过后这间公司虽是很多啦 特别后是官司和和解案后 让去年第四季的业绩滑倒 花了一跤 出现公司上市櫃以来第一次的亏损 那不过呢 今年后随着产业的需求持续的回温 营运也迅速的回稳 今年第二季的EPS 还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法人预估今年EPS 大概有4块以上 这边提供给大家好朋友参考 那今天的重点来了 我想放在这个专案计划的部分 特别是前面有提到台积电的 磷酸铃铁的UPS计划 当然呢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6781的Aesky 还有像4931的新胜利 他们用在资料中心的客制化的UPS 同样非常有看同 哎 产业就是这样 没办法一集讲完 所以想要听后这两家公司的 来下方留言告诉我 好不好 好我再花时间做一集给大家 好啦OK我们拉回今天的主轴 说到台积电的 UPS系统采购的计划 他们呢 每年后都会做出绩效的减合 再调整订单的比例 而供应商的部分呢 除了我在21集这一集 跟大家聊过的系统店以外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三间公司 厨营 长元科 还有生阳店 那首先呢 第一间后是2017年才成立的 未上市的公司 叫厨营科技 虽然现在说未上市 来这个表你看一下就要觉得很恐怖 你光看人家经营团队 还有背后的股东 我认为啊离上市应该也不远啦 除了团队的成员后 多数是以前在台积电服务过 很知道前东家到底需要什么 那看到这个表 你就要知道背后股东的实力 非常坚强 光是上市柜的公司 就足足有8家 我已经帮你整理了 那其中后同样是做UPS的就有 全汉啊 嘉壁琪啊 SEKY啊 还有莱宝啊 那樊萱呢 又是台积电后系统工程的主力供应商 那如此坚强的实力 当然值得我们认识啦 公司现在目前一个月的产能 大概在1万颗电池模组上下后 做不完的委托谁 莱宝 代工也就是他的股东莱宝 那这也就是因为为什么去年 大家在看莱宝 为什么冲出去一波 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啦 这样了解吼 那目前市场认为啦 公司除了已经站稳台积电的供应链 也打入了晶圆电跟粒基电 有要专攻半导体的味道 那再来后我们看到这一家就是长元科 公司是在1997年成立 主要是经营铃铁电池模组的贩售 过去因为铃电啊 一直没有办法跨境主流的应用 导致公司的亏损连连 其实经营的很辛苦 那现在呢终于啦看到阳光了 随着锂电池的应用逐渐的扩大后 也让营运出现了转机 那公司呢除了跟厨营一样 通过台积电的认证 也让手中握有超过2亿的UPS订单 也在电动高尔夫球车电池系统后 有着三成的市占率 还有另外就是靠着电池模组啊 正規材料啊还有整合技术啊 强攻台电的电力系统的被转的专案 所以呢靠着后他手上的这个三个大客源 长元科呢 今年的营收是已经开始转强了 不过呢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小butt 好因为现阶段观察的重点后 你还是要先看公司可不可以损益良评 怎么看呢 来哦 由于公司历年的营业费用在这里 固定是1亿左右 那今年的研发费用后跟前两年其实差不多 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小总结 就是基本上全年的营收要有3亿 才有机会转亏为盈 重复一次哦 全年要有3亿哦 才有办法转亏为盈哦 那你以目前这个数字来看 营收大概是多少 5300万 所以呢想也知道今年要转亏为盈 是有一点困难的 不过呢股市常常有出人意外的发生嘛 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追踪跟观察 那如果你对长远科有兴趣 记得要跟进我们的频道 那最后呢我看到的就是生阳电池啦 公司就是8028的生阳半导体 它持股三成的子公司 那过去呢它隶属于生阳科的能源部门 那不说大家可能很难相信 这个单位啊每年啊都要亏1亿多 而且呢连亏了15年 那后来呢终于在2017年从生阳半后独立出来 那目前呢跟厨营一样它还没有上市 不过公司是从磷酸锂铁电池起家 是全球少数能量产 Tesla4680电池的公司 过去5年的营收也有着20%的年复合成长哦 那除了现在是台积电合作的对象以外呢 公司的产品出货给日商 还有像欧盟最大的物流公司这两家 是少数现阶段用磷酸锂铁电池打入 全球供应链的台厂哦 那母公司呢生阳半就是靠它啦来 生阳半哦大家看前阵子的走势非常亮丽 今年是靠它写下历史史上第四高的获利 那公司呢接下来除了计划扩大生产 UPS的除能系统以外呢 它也提供后电动车的解决方案 就像年初就有一家印度的车厂 因为啊排不到那个Panasonic的电池啊 没办法 可是我还是要电池嘛 就转向赶快拜托生阳电 也让呢公司逐渐后打开更多的市场 所以这里呢就分享给大家认识哦 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产业的风险 说起那个UPS这两年的逆风啊 除了有原物料上涨的压力 又有缺料又有缺柜 还有塞港 甚至还有什么疫情停工的问题 时不时都出来在那边扯一下产业的后腿 那我知道这些的黑天鹅 其实非常容易用得大家心烦意乱 But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越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越要冷静 要冷静的问自己后 产业趋势到底改变了吗 如果呢长期的产业趋势是没变 是稳健向上的 面对逆风的时候呢 大家是不是应该镇静一点呢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分享看法的话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今天的节目呢到了尾声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三个重点 第一点就是全球的能源供应是不稳的 所以呢会让除能跟不断电的系统 是越来越重要 那自然就会带动了相关的业绩表现 那第二点呢台湾在这块领域的供应链 除了自由品牌以及代工以外呢 其他新玩家后也用专案的方式 开始陆续的潜入市场 那由于商业模式呢 跟白牌伺服器相似 因此有没有办法 是否能复制类似的产业绒景 这非常让人家期待 那第三点就是 即使产业的趋势明确 但是中间的逆风也不少 但是你知道吗 飞机起飞是逆风飞翔的 好啦 记得你要锁定我的产经吸引力 让我们一起面对逆风找出路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我是产经吸引力的颜希 欢迎喜欢研究产业 喜欢寻找投资机会的好朋友 关注我 那继续分享帮我按赞 那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